你就是整编三十一旅少将旅长李继云 正是在下 这一仗你打得可不怎么样 败军之将不敢言用 不过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是绝不会这么快地输给你们的 你以为有美国的支持 有飞机大炮并占领延安 就能赢得这场战争吗 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 而你们的失败早已注定 因为你那霸动的战争是不有的情 老百姓见了你们就见了温神一样 你说这仗怎么打 你们到延安快一个星期了 老百姓不跟你们合作 你们像笼子 瞎子 这样的军队不打败仗才怪 阁下言之有理 不要这么催脱丧气的嘛 三十一旅没有圈丸嘛 他还有一个团驻扎在窑调 不要 恢复元气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参部长 你说呢 胡长官的意思我明白了 我这就要求部队对外严密封锁消息 至于三十一旅 完全按照一十一旅的方式处理 这说明共军的主力就在延安东北一带 而董军长赶去池元的时候 却没有发现任何共军 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胡长官 这是共军惯于使用的 避时积蓄的游击战打法 对 在南京的时候 国防部给我制定了一个作战方案 叫做方形战术 顾名思义 就是集中十个旅的兵力 摆开数十里的长镇 护卫几角 齐头并进 一旅受攻击 则九旅救援 不给共军可称赤击 好办法 如果照此布阵 向延安东北方向推进 一定能剿灭共军主力于陕北 就是不能剿灭 也要把他们赶过黄河 好 就找此办法 执行吧 这位女同志 你看前面已经没路了 咱赶快回去吧 他们会去哪儿呢 哎呀 他们会没事的 咱们赶快回去吧 他们真的会没事吗 哎呀 我 我只是这么想 你看这位女同志 你不要这位女同志女同志的 我姓谢 我是个护士 哦 不是 谢护士 你看 教导员让我跟着你 哎 我可是把我的机箱 都丢下了你 哎 我的机箱 跟了我那么多年 哎 那可是从来没有 离开我我呢 咱赶快回去吧 谢护士 谢护士 大哥子说得对 敌人的增援部队马上就要到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要走你们走 我绝不走 哎呀 走 咱不管了 傻蛋哥 你忘了 教导员是怎么跟你说的了 对啊 谢护士 你要是再不走 我们俩可又抬着你走了 不行 找不到帅牛和李大爷 我绝不走 周远碧 敌人的搜索队 哎呀 谢护士 快走吧 敌人已经来了 这是李大爷的木棍 他一定在附近 哎呀 这只是一个木棍棍嘛 我要到牙下面去找他们 哎 哎 哎 大个子 哎 来不及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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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李团长 来 大个子还没回来呢 他呀 最好晚点回来 嘿嘿嘿嘿 这是大个子机枪吧 哎 这动 哎 你看啊 哎 我像不像机枪手 哎 像 太像了 嘿嘿嘿 你除了比大个子个儿矮点 哪儿都像 我 我 我没大个子个儿高 我就不能当机枪手啊 当然 大个子才是真正的机枪手 就是 哎 哎 大个子能当机枪手 我就不能当机枪手啊 报告 进来 叫走员 老邱 你大爷找到了吗 没找到 只找到了一根故管 那谢虎使人呢 让大个子给扛回来了 什么 扛回来了 敌人的搜索队上来了 谢虎使还是不跟走 我只好让大个子使用了强制手段 谁让你闲得没事干 乱动我机枪干啥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教导员 刚才让我把你机枪拿回来 我才哪是动你这破玩意儿呢 这机枪啊 让谁扛 都不能让你李大王扛 你李大王 这个有名的二不愣 万一把机枪摔坏了 咋办 你骂我二不愣 你就是二不愣 二不愣就是你 你是不是今天想跟我打架 我告诉你你以为我怕你 来 打了谁怕行刀主 别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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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什么吵 大哥子 机枪是我让李大王扛回来的 听见没有 他扛就扛吧 干嘛也乱动我机枪 全英集合 全英集合 快来 不过迅速 大勇 会开完啦 开完啦 上级要求马上传达 同志们 消息 今天这仗 打得痛不痛快 痛快 对 吃痛快 今天这次胜利 一共有三个特点 值得总结 大家说说 是哪三个特点 打得快 对 还有呢 大勇 你去别卖关子 大伙都想知道战果呢 这三个特点 第一 快 打得快 撤得也快 从枪声响起 到全部撤走 一共不到两个小时 第二 就是缴获多 子弹 三十万八 火炮 四门 罗马 不计其数 这第三个特点 就是干净彻底 自驴掌以下 两千九百九十三人了 一网打尽 无一逃脱 而我方 只损失人员二百五十六人 周营长 你公布的我方阵亡人数有误 不是二百五十六人 是二百五十八人 还有李大爷和他的孙子帅牛 教导员 你跟我说实话 这个女人是不是你勾来的 你不都看见了吗 她是跟那位李大爷来的 你当我傻呀 你当我们独立营当教导员 紧接着她就出现了 在盐水关那天晚上 你说你去送她 好嘛 一送送到清化边来了 关于这点啊 我已经问过她了 她说那天晚上 她睡在一辆运送物资的大车上 结果呢 又把她给带回来了 你骗鬼去问你 我告诉你啊 王成德 我不管你跟这个女人是啥关系 你把她给我打发走 好 独立营不需要女人 大友 周营长 我可以走 你们独立营可以不要女人 但是你不能瞧不起女人 我刚才说我 我说独立营那是野战部队 我没有瞧不起女同志 你去盐水关是吧 我可以派人送你去啊 我哪儿也不去 你说你可以走的 我是说我可以走 但是我没有说我现在就要走 大勇 天都这么晚了 要不明天 明天我也不走 你还要跟着独立营一起行动啊 李大爷和衰牛 是为了我才走的青花别 是为了掩护独立营 才被敌人带走的 他们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被杀害了 你们为什么不能帮我 为什么不能帮我找到他 小谢同志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帮你找到李大爷和他的小孙子 但你完全没有必要跟我们行动 我没有 是你们的战士带我来的 我是怕你有危险 才让战士们那么做的 那好 那我现在就走 等等 你去哪儿 去找李大爷和衰牛 不行 你除了去沿水关 过黄河 哪儿都不能去 大勇 天都这么晚了 人家一个女同志 你倒是说句话 有事啊 解灵还需继灵人 你看着办吧 大勇 大勇 教导员 我不会待在这儿不走的 李大爷是因为我才出事的 现在 只有你们才能帮我 小新红战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谢谢